嘿嘿嘿嘿嘿 怎么样是不是对我的才华很满意啊 嘿嘿嘿嘿 是很有才华 但但他实在很难看了 将来肯定连老婆都找不到 到时候他要叛逼我连威胁他的把柄都没有啊 你这里有适合我的工作吗 有一份卧底的工作 你能不能跑到曹操那去上班专门给他出搜主意 可以啊出搜主意是我最擅长的 但问题是我在曹操那边上班 你工资该怎么跟我结算呢 哎下次见面工资自然少不了你的 可以啊 咋这么丑还想入我东吾门下 真是不自量 你就是要来我们财势集团上班的盘头吗 正是在下 本相手下人才积极 可是还是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丑的 草子居然敢吵吵我 就死了 谁叫我是卧底 这口气只能忍着 不过没关系 本相也是不具一格提防人才的名相 本相中的共打赤壁 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可以说出来 我有个连环记 你把所有的船用铁环连在一起 这样士兵们打仗就不会晕船了 嘿嘿嘿 好主意 盘头 你真的很聪明 不过你长得还是太丑了 我不会乐用你的 主公 你这么日悟他 我怕他害你 怎么会呢 一般长得丑的人 心情都比较豁达 对吗盘头 是的 主公